他佛了 运气有点不好 如果车速不降的话 其实他第一时间能跑的感觉 是的 结果被那个小反坡 卡了一下 还债了 拳刀还债了 之前这么遛别人的时候 也确实让人家很难受 是的 自己给撞飞了 主要他第一时间 被妹妹打成一个残血 三分之一的血量 他想下来反打 结果正好是在一个坡 陡坡上 对 特别陡的一个坡 上来之后ACG运营着 运营着 俩兄弟没了 看电影去了 对吧 就是刚刚说到的 天 那不就是那了吗 是的 因为他左边 左边还有一个 黑山头呢 对 高山要被排的 有想法 是 粉彩 面包房要拿 右边的这个房区也拿着 小左这里把Kate连打逮捕 反正两边就一条马路上的邻居 牛海皮也是慢慢的上了山 牛海皮不急的 我们其实一直看他都是处在那种 的思路对于牛海皮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他的行军的路线也差不多是跟之前一样 对我感觉跟他第一局打两个打两个 还好兄弟来得快呀 但是没踩得住刹车补了一个自己队友 远点还是会被抽 就他们会早晚就是从他们那个车的路线来看的话 就会跟那个ACG相碰撞 是的 XCG也来了 是的 得停 然后寓一颗手来是终结掉了Pero 来了 XCG过来 这血量 哎呀 开抽 阿伟和王哥 一人拿一个 花神把阿伟放倒 但这个点位刚好跳下去了 好像能服 对能服 明明这边是直接拿到了双鞠啊 嗯 大双鞠 AWM 是 拨 三阶段的篮圈伤害虽然很低 但是你血量不高啊 直接篮圈带倒 755直接收下这一分 是的 还是拿下了啊 车也是直接 这个轮子啊 都转不动了 赶紧来城里 不好打呀 两个人去打这种城里 就被封锋给放倒了 所以翔璐直接一合之后 他分踩的那个Deport的位置 SMS拿到信息之后可以直接拿 嗯 我现在就是DDT他现在没什么压力啊 这个点位 高坑 高点 也冲不上来 嗯 就别人可能在这个阶段 直接踩到山头的一个位置 小北 小北打了KRG的 然后小五弟弟是把露露给放倒 翻破腰上面主要是 他一直都是在网圈里面在看信息 没有特别多的人在看屁股 是 他要确定这个勾是没有人的 然后 来了来了 手雷已经过来了 明明把112也给放倒了 只剩下一个残血的牙皮 再来一颗雷 太准了 正好砸到屁股 这个血量其实是满血 也会直接被炸到 塞到了脚跟边 是的 就这样弹起来那一下 腰部受伤 这两波的battle 一个侧身打残 打残 然后队友帮忙补枪就可以了 对的 欧洲山上面还有背部的一个枪线 赶紧先进房子 现在 对方只有一个啊 这一波冲过来的话 确实对于实际来说 他没有点位可以踩 他只能选择去冲到这个面包房 而 龙宗泉 他单人拿着一把Grozza以后 也是先打掉两个 然后导致17这波充电 本来烈射的情况下更加厉 Spaceman在头体上面这一波出枪 612的发裂755直接被放到 Briginboy的出枪的话呢 也是直接造成了周平炎的一个击倒 看一下SMS现在的话 只剩下了一个人在场上 DGT2打1 往左边扔啊 利用这个斜坡把雷再滚下去 烤鱼来到玄子身边 给了雷 把道具都给了队友 以后先扶一个 脚下好多道具啊玄子 是的 要混一波吗 现在其实对于DDT来说 炸烟就可以了 炸烟出眼口 嗯 绝对的优势地形啊 也高打低 是的 而I7这边和DDT也是分出了一个胜负啊 I7是成功的打赢了 利用这个小小的反坑星星直接被原点给抽倒了 嗯 我们在点位上疯狂K 但是王哥拉出来以后也是被花神给放倒在地 对 这个点位好服吗 有点距离和自己队友 感觉不好扶 王哥这波拉出来的话呢 也是想要找 哦 刚好把人扶起来 是的 打个闪再往前压 四个手来 好像不好冲啊 这个过点还是有点长的 嗯 已经退到这个反斜坡了I7队友 灰灰 因为灰灰一直在马路对面 所以他打到这个反坡以后 其实New Happy再往前冲的话就有点 有点危险了 有点危险 哎呦 天霸那边也是一瞬之间淘汰掉了GFI 现在和降露Gaming做邻居 嗯 降露现在也是按兵不动啊 马上圈要收缩了 再看一下New Happy在这一从这个坡上面往下下呀 对 但是天霸早都已经布好了这个阵型啊 对于降露的视角 他也想去能够 就是能够分一分这斜坡的一个点位 对 New Happy那边看了一下确实不好打 哎呦 崔七一 原点妹妹出枪 就是Arys了 Arys要往上面去顶 但确实这种地形连根草都没有 FM看到A左边打起来了 怎么枪声又停了 他就是找这种劝人家的timing点 但是天霸现在还有两个人存在 而另外一侧 A7和New Happy已经打起来了 是的 早晚都得打 这个时间该出手了 跨上这条线 明明直接被放倒 但一颗雷 星星也直接被炸倒 隆从拳的车开远了 开到外面去了 直接被 天霸给淘汰 FM拉车过去以后 是的 投资物的抛物线已经看到了 一个提前枪 直接将辉会也给打掉 打散之后要打新同性了 抓了一个timing 这边是一个2打1 没问题 还是拿下了New Happy 能扶人 天霸就一直安逸的呆在这个长条榜 对 离车就只有一步 走过来了 车后感 他们的兄弟 他的注意力 其实是给到周平岩的这一侧 嗯 就这个timing点 其实 郊阳拉出来之后 把零数给放倒 那零数肯定是服不了了 这个车也应该用不了了 那个角度的话呢 轮胎是被卸掉的 我周平岩要直接干拉往下走 前面你抽我抽的挺爽呀 兄弟 现在我直接干拉过来要给投注了 我身上有一颗燃烧瓶的 这是宇宙干拉 这都不算帝国干拉了 他的头和甲都裂完了 真的猛 又想再现炮楼的盛况了吗 但是这个过点有点难吧 头顶上 天鹿 来了 周平岩 手捏一个火 哦 这一枪把这些给压倒了 燃烧瓶扔出去了吗 还好头顶天鹿出枪啊 阻止了 周平岩罪恶的一生 他竟然敢这样去打 他那个燃烧瓶扔进去绝对就有了 你对他那局有印象吗 有就是打那个麦田炮楼嘛 对 打那个麦田炮楼 是不是一样复刻 是位置不一样啊 就是这样打 对 天鹿已经八十分了 八十分 天鹿也燃起来了 但是他这个厕所不在圈 一万出不去啊 这一局的话 天鹿也是拿到了六个淘汰成功吃鸡